平時上班 出街搭車 阿花我最喜歡留意女生的化妝 讓我發現了五個化妝上經常犯過錯 等阿花我這次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舊忙的要訣 第一個發現的問題是在搭車時發現 女生畫眼線時只會直望 內眼線和眼尾的部分完全脫離 穿了筆 非常醜 如果你不像阿花那麼熟手的話 你可以用一支棉花棒 眼線筆和眼線液去處理 用棉花棒少許按在眼皮上 就會反了內眼線 大家都看到我整條內眼線沒有畫到 你直望鏡就看不到 但其實身邊的人就非常有眼 填了整條內眼線之後 眼尾的三角位都是不容忽視的 大家可以看到左右眼的分別 有畫和沒有畫得差很遠 第二個問題好像比較麻煩 不知道你會不會在冬天呢 無論你的底妝是用平常用的東西 或者你的皮膚也沒有轉 但整個底妝會變得很浮粉 嘴角、鼻子的位置都會脫皮 化妝好像變得更醜 選擇的方法就是賣在化妝品上著手 我們可以在化妝前的護理上 下一點心思 明明用同一套護膚品好像很不夠 因為天氣轉了 你的護膚品其實都需要轉 但如果你又不想承擇轉 你可以像我這樣 在上膚水之後 精華之前 加上Lancum Genifit的肌底液 舊版我真的沒試過 一來就試這個升級版 第一眼看下去 它改良了的地方 就是這個泵頭 絕對是一個非常正的改良 因為每一次扭出扭入的時候 就已經拿到適當分量的精華 非常方便 減少扭出扭入的次數 精華就不會那麼容易被污染了 我自己用了一段日子之後 發現它真的可以加強後續護膚品的力量 已經是有差不多三個星期 其實頭頭的七天都已經看到皮膚 已經有所改善了 光澤感和透亮度是最顯著的 而且它的保濕力也是非常強的 有個即時保濕的功效 之後上粉底就不會那麼容易浮粉了 塗完臉的肌底液之後 我們可以塗上眼睛的肌底液 Lancome也有出這個 我也有試的 它這個獨家可以旋轉 水滴形的陶瓷圖板非常之過癮 用它來按摩眼的周圍 可以減少細紋 以及可以防止眼腫 之後可以塗上你平時用的精華和面霜 護理的程序便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用了三個星期的效果 皮膚平滑了滋潤了之後上粉 都沒有那麼容易浮粉 第三個問題就是冬天發生特別多的厚粉 厚粉的原因當然是因為你塗得太多粉上面 不過鬼不知道媽媽是女人嗎 這個問題往往是出現在你們上碎粉或粉餅之前 你們的濕粉太乾了 建議大家上粉底的時候 可以以1比1的比例加入保濕精華 而阿花我會加入Lancome的小黑瓶 它的保濕效果超強 加入粉底之後就可以做到一個即時的保濕效果 不過有一樣要注意的 每當粉底加入精華之後 它的遮瑕度都會變低 所以大家在需要修飾的位置 可以重點加多一層 增加遮瑕度就可以了 另一個防止厚粉的小貼士 就像我這樣拿的粉泡 全面有一人把多餘上面的粉底 印掉它 這樣就保證不會有厚粉的現象 之後才慢慢上碎粉 碎粉最好用碎粉掃上 如果找泡上的話 一個不小心很容易就會變厚粉 到第四個問題 這個問題到今至今 我阿花都會經常發生 就是胭脂有時不平衡 或者邊緣太實 變得越化越大 越來越不自然 出現問題的圓胸 多數都不是在胭脂上 而是在你的胭脂掃上 胭脂掃太細 或者太實 都很難做到很自然很索的效果 推介的包括有手上的這支 在韓國買的五色毒 我傳出來給大家看 然後就有Sigma 剛剛推介過的F25 最後一支是直穿瘦的20號 胭脂掃 這三支是阿花的絲心推介 三支掃的無量 和形狀都不同 掃出來的效果都不同 來到最後一個問題 也是我覺得最最最最恐怖 最不可犯的一個問題 就是當你擦紅唇的時候 唇膏脫了牙道 笑起來被人看得很肉酸 世界上有沒有完全不甩的紅唇膏 我就真的未遇過了 解決方法 就可以拿一張紙巾印在嘴唇上面 再拿一個碎粉掃 或者是胭脂掃 掃一掃它 將多餘的唇膏印在紙巾上面 再補多一層 輕輕地補多一層紅唇膏 唇膏就會比較實 沒那麼容易甩的 至於抹在牙上 很多時候都是自己手勢 不要塗得太入 我的解決方法 就是用一張紙巾 拿一拿 再用一張紙巾 就可以把多餘塗得太入的唇膏 抹走它 今次五個小小化妝提示的分享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如果大家想多看我一些 化妝小提示的分享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給個lik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